南部空屋要改善 空屋防治不及格 南部空屋要改善 我們發現環保署提出的這個空屋防治策略 但是我們看了非常的失望 裡面的策略並沒有針對高頻的空氣汙染 以及南部的空屋狀況做具體的改善 提出來的很多是全國性的東西 第一個問題就是環保署委託中鋼的子公司 獨立董事 吳亦寧教授 去分析台灣的空屋分配的比例 然後這個結果呢 就是嚴重低估 嚴重低估了固定污染源的排放量 固定污染源呢 我們高頻的VOC 一年就排放超過一萬四千噸 這是申報量 但是呢 環保署提出的策略 全台灣到一百零八年 這個策略才要減七噸 只佔高頻的VOC的0.05% 那今天我們要藉這個機會告訴環保署 你在固定污染源的減量 不及格請你要改善 針對固定污染源的減量策略 我們根據這兩個月 在立法院召開的公聽會 中游在未來五年三年 只願意出90億 然後中鋼呢 我們看到的只願意出20幾億 排電呢 只願意出不超過200億 那對空污改善 其實是非常的小 小到幾乎是可能看不到改善的效果 那我們很遺憾 新政府提出八年八千八百億的前瞻計畫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 任何的具體的空污改善策略的預算 空污改善策略是 我們南部台南高雄平東 月平均年平均 不可以超過環保署提出來的 18微克每立方米 我們不要環保署 拿花蓮拿台東的量 跟我們平均 然後騙我們說 我們年平均有低於18微克每立方米 我們不要這樣子的平均 我們要南部的年平均 就是小於18微克每立方米 那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南部的年平均 是超過30微克每立方米 所以呢環保署現在提出來的 是改善移動污染源 它花了300億左右 政府全部空污基金就佔了180多億 那我們要求不只是要減少移動污染源的空污 我們要求固定污染源的空污 是具體的減量 一個宜居的高雄城市 政府居然是說 因為那邊大林埔污染嚴重 所以要進行千春的程序 那林泉院長下來 瞭解地方的事物的時候 他也承諾說 不管是不是千春 地方的污染一定會去改善 那可是今天我們看到環保署 要推動的高高頻空污總量 它所有的許可量任可量 竟然是可以 比目前現有排放量 所有的污染物的現有排放量 高出一倍 那這個環保署 我覺得是太沒有誠意了 你如果要真的有心要去控制污染 你應該要給它一個天花板 而不是先給它多一倍的污染排放量 然後再去逐年遞檢 喔 那個幾趴的 那個真的是 你要減到一百年也沒有辦法 大林埔污米陀 在林海工業區 中鋼 台電 中油 這麼多的固定污染源 排放量已經很高了 竟然 空污總量管制 計畫裡面 總量 任何量 編得將近一倍多 是要做一個工業區 為了一個工業區做準備嗎 我們很質疑 所以希望呢 空污總量管制 能夠修正 下修任可量 能夠暫停 把任可量下修了 再繼續走 那目前林海工業區 有891支的煙囪 它吹 當吹西南風 就整個我們高雄市 屏東 台南 嘉義 都整個會受到污染 所以說 是不是 我們請華萌 華萌署 針對這個大污染 大污染源 來處理 中鋼 中油 台電 文化爐 及六斤重大的污染 來改善 各大 比如說人大工業區 跟林海工業區 跟甚至林海工業區裡面呢 它有所謂的 氣墊共生廠 然後在 陳菊這幾年 他 都把那個 比如說 在人大工業區裡面的中間 林海工業區裡面的台本 以及最近林海工業區 正在興建的台石化 他其實 陳菊政府的裡面的 那個發電廠都是屬於藍生美的 換句話說呢 他限制大廠 但是呢 把小廠裡面的發電廠 其實一直在燒生美 這是我代表林沿鄉西做 對陳菊政府的抗議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 對當地居民是非常 不道德的行為 另外長休以來 我就剛才講了 癌症的增加就來自於 所產生的VOC 可是我發現了 我等一下要求環保署 就是在空氣汙染 總量管制裡面的 固定汙染的 VOC裡面的排放標準 我希望能夠加鹽 就比照來水泥業的 加鹽標準 因為唯有加鹽的時候呢 工廠才會來徹底 改善所謂的VOC 空氣汙染的問題 去年12月 李議員署長上台 就把AQI放寬標準 所以看起來 我們現在非常難指報 更不用講核報 指報要200 AQI200以上 它引用的是美國的數據 也就是說 我們嚴重懷疑環保署 只是為了美化 美化我們現在的 空氣汙染的指標 讓國人對空物無感 相較於英國 我們同樣用PM2.5來 這個表示的時候呢 英國是71就指報 我們現在的PM2.5 要200以上才指報 要到350才核報 難道台灣人的費 有比英國人還要更能 防止PM2.5的入侵嗎 所以我們基於這樣的理由 宣告這樣的空汙防治計畫 其實是玩假的 如果空氣汙染不改善 會越來越糟 那根據臨床數據都顯示 以PM2.5來講 它是一級致癌物 那南部人的平均壽命 都比北部人短 民進黨政府 他執政之後 他不思索去改善真正的汙染源 而且是即刻有效的 居然還為財團護航 也就是說 他要先改善移動汙染源 他不立即去改善固定汙染源 在此提出嚴正的譴責